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暗示这颗气态巨行星形成时的位置本来是离太阳很远的 然后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木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约为7.8亿公里 也就是5.2个天文单位 但天文学家认为这个距离并不是固定的 木星在太阳系的其他地方形成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到了现在的轨道 这个理论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出 被称为大头丁假说的理论认为 木星曾穿行于太阳系之中 从初始时距离太阳3.5个天文单位 运动到了仅1.5个天文单位处 也就是目前火星轨道所在的位置 然后木星又向外迁移到了 其目前的5.2个天文单位处 这项研究为气态巨行星描绘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由隆德大学的天文学家领导的团队 利用计算机模拟计算出木星形成的位置 约是现在日暮距离的4倍 随后开始成为一颗冰冷的行星 在形成后的大约二三百万年 太阳系中周围气体的引力将其向内推进到 目前的轨道 这可能需要大约70万年才能够完成 团队假设的确凿证据在于 所谓的特洛伊群小行星 这是与木星共用轨道 一起绕着太阳运行的一大群小行星 两群特洛伊小行星 分别位于木星轨道的前方和后方的位置上 但前方这组小行星 比后方这组小行星 数量要多50%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 该团队开始通过运行 早期太阳系的计算机模拟来找到答案 果然他们发现当木星轨道向内迁移时 希尔达小行星被捕获 形成了目前看到的相同模式 其中更多位于木星前方而不是后方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西蒙皮埃尔尼表示 这是我们第一次证明 木星行程的位置距离太阳很远 然后迁移到了现在的轨道 我们发现了特洛伊小行星 在木星附近轨道上迁移的证据 该团队还表示 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 也可能在他们的历史中 遵循历次的迁移模式 而人们普遍认为热木星 气态巨行星与其主星之间的关系非常接近 将进一步向外扩散并向内迁移 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 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 有趣的是 模拟结果还表明 克洛伊小行星可能与木星的岩石核心相同 关于木星的历史和形成 以及整个太阳系的进一步线索 我们可以从对这些天体的更深入研究中收集到 这正是NASA的Lucy号探测器 在2021年发射之后将要完成的事情 该研究发表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相同